两岸最大的分野就在于民主政治的实现 美国福尔摩沙基金会3号下午 于加州罗斯密室台湾会馆举办座谈会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即资深众议员博曼 发表台湾再起华府风云的专题演讲 与会人士对于美国国会将如何支持台湾民主 包括美对台均受议题上进行讨论 私生众议员博曼熟悉台美事务 在过去20年来常呼吁美国政府 持续捍卫台湾民主自由 这次他应美国福尔摩沙基金会的邀请 在台湾会馆举办的座谈会 吸引了100多位来宾出席 福尔摩沙基金会执行长贾泰利表示 今年6月以台湾为题的国会听证会 主要是让美国议员及社会大众了解台湾的重要性 进而对美国政府就台湾军售 免签证计划及国土安全等议题施加压力 有一百八十一位议员 因此连述要求奥巴马总统 对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 他也谈到了今年秋天第二次听证会的主要诉求 贾泰利表示他们会持续努力 尽速促成 美国将F-16CD战机卖给台湾 新团记者邵克春 欢欢欢欢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